台北股市今天持續的來做小漲 眼前到了明天是台北股市結算的日子了 切記不要害怕行情下跌 我們要跟大家來談到 現在每股四大指數 全數的都已經往年限來做靠攏了 眼前的台北股市 基期是相對的落後 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看到跌 看到明天的結算 也許不會太好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好買點 不是你該害怕的時間 因為多數人在害怕 你就應該好好掌握住好買點的時機 今天的節目我們一起來鎖定喔 歡迎收看股市趙小進 我是陳俊人Jerry 所以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照邀來現行 好的台北股市今天持續的震盪小漲 我相信就是說盤面 雖然你會感受到賣壓 但是今天來講的話 還是一樣 連續的第四天 往上來創一個反彈的新高 來 摊開大盤日圈圈圖 就好是已經跟他談到了 第一個 不要對於行情的漲跌有過度的解讀 不要害怕下跌 尤其說明天來講八月份結算了 我相信 上個月你有鎖定 就好是特別節目了 在我Lite這一邊 有所分享 我們都談到一個概念 那一個整個大盤的指數 雖然現在是呈現一個光望的格局 量能還沒有大幅度的放大 但眼前這一邊 遇到結算日 我們看下來 上個月七月份 這個月八月明天 都在前一個交易日 就是今天來講的話 這個量縮沒有縮得太漂亮 所以其實大家對於結算的行情 似乎的不要太過於去期待 我會覺得就是說 明天的結算輕鬆平常以對 如果他給你一個拉回整理的機會 切記你要好好把握 因為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就好是已經不斷的強調 個股的籌碼你只要鎖定 法人已經去拉高他死股比重的 或者是市場上融券 提供他軋空養分的 行情在大盤下跌的過程 反而是你應該介入那些 籌碼優勢股的機會 說穿了啦 大盤最近來講的話 連續的第四天 往上去做推升 那距離十日線 我們就聊到十日線的扣底值 越拉越遠了 那個震盪一下拉回來 連回到十日線 不代表行情轉弱 所以反而是明天的結算日 回跌不是件壞事啦 那當然這裡來講的話 如果大盤可以回跌 切記他絕對是給你一個好機會 好 那我們這一邊也要跟大家來特別提醒 因為如果大家有特別去觀察 像美國的四大指數 不管是S&P500到窮 包含的就是說費城半導體 大家你可以發現 這四大指數全數的 都已經突破季線 站上季線 而且往季線上方來做延伸 其實已經也有半個月 跨三個禮拜 雖然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但你可以發現 整個四大指數 每股的四大指數 全數的往這一條年限扣底值來做靠攏 台北股市現在來講的話 講白點相對的落後 相對的落後 所以這一邊來講的話 切記 你在這一邊操作台股 基期是相對落後的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結算沒有大行情 甚至開高走低打下來 你要好好把握 送給大家這一句話 機會永遠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我希望所有鎖定我的觀眾朋友 你務必要懂得 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花了 三個月的時間 跟他來聊 就是說整個這一邊 盤面上面 具備充滿優勢的股票 怎麼來看待 我甚至已經拿了 這一路這樣下來 我拿我的會員持股來告訴大家 直接來做一個公開的教學 告訴大家 為什麼會帶會員買這一些的股票 他的充滿優勢到底在哪裡 怎麼來判斷 甚至拉起來的股票 不要去追 什麼樣的條件 我都告訴你 融資開始追價出現 千萬不要追 我前一周說這個 三個月的時間 你有好好鎖定我節目的內容 有好好將我這一邊 希望傳達給大家的一些的思考 跟選股的方式 你有好好筆記下來的朋友 我相信你應該是準備好 現在來講的話 大盤回跌的時候 或是開高走低 你應該要知道 籌碼優勢的股票在你面前 好買點 千萬千萬的 不要錯過 那這一邊來講 最近積極加入教老師的 操作行業的朋友 切記 明天行情如果回跌 明天結算如果沒有出現一個 像連續這四天來講的話 最後面起死回生拉起來 不要害怕 那絕對是我們盤中低掛去 低接一些籌碼優勢股的機會 好那這邊來講我相信 好好的利用就好是LINE 小小鼠GORICH55688 小小鼠GORICH55688 這一個唯一的官方LINEID 你有好好去利用的朋友 我相信這一段時間以來 不論是你在這一邊留言 那讓我看到你的死股 包含的就是說這裡 有一些的股票 是那個許多那個不約兒童 不認識的網友不約兒童所留言的 大家同樣的都套在這檔股票 我們已經陸續的透過助理這一邊幫Gior老師來會整了 所以好好的在我LINEID這邊提供你的問題 提供你想要知道的個股 Gior老師會在YouTube頻道包含後續的LINEID 會幫大家來做一個詳盡的解析 總和起來哪些股票大部分是許多投資朋友這一邊會想知道的 一檔股票它那個一個緣分 同樣一檔股票大家彼此不認識 居然大家都對於這檔股票有興趣 這檔股票如果套在哪個價位了 比如說台積電如果套在600塊的 你這邊來講怎麼辦 怎麼來看今年還有沒有機會 諸如此類的 你只要願意踴躍的在我LINEID這一邊來留言 那就好是這一邊一定能夠看得見 那最重要的 我們在每個禮拜的YouTube頻道 都跟大家來上傳週報影片 那我相信你有鎖定週報影片的內容 其實我每個禮拜都跟大家來談 盤面上面籌碼優勢股 它是怎麼來選的 籌碼優勢股它會讓你看到 不管是外資索碼 投信索碼 包含的就是說這裡技術面來講你要注意什麼 我們其實已經是長期的來做教學了 鎖定久老師的LINEID 包含的就是對於久老師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希望就是說未來有更多的教學的訊息 包含跟大家來分享 公開深度解析的一些個股的影片 我也希望所有的投資朋友都可以掌握得到 久老師慢慢一步一步來著手會整 最多人有問題的股票 慢慢的後續整理出來 我會錄製一個特別的影片 第一手的資訊當然就是分享在我LINE 這一邊所有的朋友跟粉絲 好 那整個我相信 連續兩個禮拜下來 行情都有出現一個回跌 那時間也證明了 每一次大盤的回跌 第一個你只要 淡定以對 不要因為那個下跌而害怕 就好是在 我的週報影片裡面 所分享的盤態觀念小教師 可以提醒大家 加權指數怎麼看 大盤怎麼看 絕對不是因為那個漲跌 絕對不是因為外資買或賣 我們已經跟大家聊到 連續兩個禮拜跟大家聊到 我是希望 你看我的節目 我現在在提醒你明天的結算日 如果它出現那個洗盤遊戲K棒 它是下跌的 千萬不要被嚇唬住 因為你如果知道洗盤遊戲K棒 怎麼來判斷 那個大盤盤中 你大概就會知道 今天的盤它不是沙多的盤 不是起跌的盤 你可以分辨的出來 你知道是遊戲K棒 大盤是那個遊戲K棒洗盤的過程 那個回跌盤中沙下來 那個是你應該要低階股票的機會 這是一個前提 就要是交給大家優勢股 籌碼優勢股 你先掌握住 大盤回跌的時候 那是你的機會 好不好 上個禮拜我們也特別在週報影片 特別聊到什麼叫弱盤震盪 而且告訴大家 你知道弱盤震盪在大盤這邊怎麼看 快速的你就會在盤中看到行情下沙 你就會馬上反映出來 我在影片裡面已經告訴大家 強調你如果懂得去分辨弱盤震盪 那天的下跌它不會決定趨勢方向 而且我們這一路下來 控盤16是我這一套課程裡面 法人的資金換手 我早就已經在前面大盤破敵的過程 我來提醒大家 不要因為大盤破敵而害怕 因為整個行情本來就是在等法人資金換手 什麼時候出現而已 8月5號已經出現了 我相信你每個禮拜鎖定我的YouTube頻道 鎖定我的LINE 你有看到週報影片的你就知道資金換手 早到8月5號出現了 所以最近上個禮拜行情一天大跌了100多點 前一個禮拜 禮拜四盤中一度大跌超過200多點 你會發現你如果掌握到 那個大格局早就已經脫離空方虛勢了 你根本不會下輔助 最重要的 一直到今天 我們剛剛所聊到的 你如果懂得去分辨大盤的漲跌 有時候下跌它並不可怕 你手中只要握有強勢股 你手中握有籌碼優勢股 你根本不會亂賣 這一檔大學光我相信 我刻意 刻意幾天不談 因為我對於忠實觀眾來講的話 前面已經有人 老師你前面來講大學光講太久了 這檔股票對我承認 沒有任何一天漲停板 但是它就可以漲不停 對吧 我的股票來講的話 雖然不會像你看其他節目那麼誇張 天天都有漲停板的股票 但是不代表我的股票不會漲停 大學光這一路這樣下來 它沒有任何一天漲停板 但是它就是有能耐 走得比大盤還強 它就是有能耐 可以在大盤下跌之後 它震盪之後 可以反向拉高來創新高 這檔股票我已經跟大家介紹過 它的籌碼一直到現在 從來沒變過 從來沒變過 所以我一直堅持我的目標價 今天來講的話 它的高點已經來到了350塊了 持續在創下今年的新高 那我相信就是說 這一檔股票我相信從5月6月7月到現在 8月中旬今天8月16號了 你可以發現 你只會看得到這一檔股票 要完全的一路一路的往上去做墊高 雖然 這個途中沒有任何一天漲停 但是它股價是不是漲不停 我們的波段獲利來講的話 已經快要接近6成了 切記我昨天的節目提醒大家了 現在你要找股票來做 找股票來進場 去看到那一個破底翻漲起來 已經超過三成了 我昨天已經告訴大家 已經超過三成了 你不要再追了 把握住這個原則 你可以知道 這檔股票破底翻上來過三成了 不追 不追代表什麼 你要去鎖定到 還沒有漲的 還在平台整理的 或是漲幅還不到三成了 然後怎麼樣 在大盤下跌 或是大盤盤中拉回 盤中有急殺下來 你要懂得那一張股票如果有跌下來 你要知道那個絕佳的買點 就會在你面前 這樣大學光絕對不會是你現在的買點了 因為我在節目上早就已經不斷的 跟他來強調 我們早就已經設定目標價 那個目標價 今天來講的話越來越接近了 那我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會員的訊息也直接公開給大家看 我要讓大家知道是什麼 我的目標價到了 或者是這一檔股票 他的籌碼條件 讓我發現 可以先收回資金了 我們的目的是怎麼樣 就是要部署新的股票 所以前面來講的話 胡連來 講一下胡連 因為大學光今天來講的話 把他創新高 我把他拉出來 所以我要特別講一下胡連 因為當時候來講的話 這兩檔股票 就是我在節目上 跟人家來聊的 籌碼優勢股 大家可以發現 我們在那個胡連來講的話 把他賣到這裡 全部清光153塊 雖然他後面有169塊的高點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掌握一個原則 這一檔股票我們掌握超過5成 但是你要知道 一檔股票破底翻漲超過5成 外資已經喊他的目標價 我不分37 21 當時候我就告訴大家 這一檔的胡連 當時候融資追價的開始出現了 融券開始出現認賠了 所以怎麼樣 後面的行情 你只要看到漲起來 創新高去追去買 後面來講你會發現 你很容易把資金什麼 卡在一檔股票的高檔上方 這一檔股票 胡連外資喊是183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當受教老師在節目上講 外資喊他183 對我153清 全部賣光 我們知道 操作股票一個很重要的 我再跟大家來示範 不是告訴大家 那個胡連這一檔你可以買 這一檔股票前面已經 我們已經賺超過5成 他等於說代表他波段漲幅 早就已經不是你該再去 追他買他的一檔股票了 所以這裡來講我希望就是說 跟大家來去談 因為唯一就有時間 我賣在這裡 後面雖然有高點 但是也不過兩天 這兩天你只要沒有賣 又回到什麼 我賣掉的這個地方了 今天收盤146.5 我當時賣153 現在看起來有沒有吃虧 沒有 這中間來講的話 我賣掉 所去操作的股票 一檔接一檔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盤面上 你務必要懂得 教老師告訴大家 你應該要好好的去做一個 持股見證 包含說你這一邊 對於行情 對於股票的一個操作 務必不要看到創新高去買股票 切記 這一檔胡連我為什麼要賣 因為他是突破前波高點的 這一檔股票他是突破前波高點的 所以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行情不看壞 今年來講的話台北股市也許 他需要更長的時間 來 台北股市也許今年他需要更長的時間 可以才能夠追上美國股市的那一個周期 就是回到年限扣底 雖然也許要需要長一點的時間 因為現在成交量一直沒有辦法有效放大 所以需要比較大那個長一點的時間 但是特別留意我們在節目上已經不斷跟大家強調了 大盤你今天一直到年底 你最壞最壞也不過箱形區間 箱形區間的大盤絕對是個股表現的盤 所以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花了時間 而且是當時候台北股市 還在那個要死不活的狀態 大家還在懷疑的時候 甚至那個時候美國股市 連反彈都不到季線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跟他提到這件事情了 當時候我們在節目上直接告訴大家 有200塊以上的中高價股 甚至 三的方向的條件都已經直接在節目上強調了 甚至我拿胡連 我拿大學光 包含了 來 再講一次 寶雅 我現在所有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這檔股票 在一開始的時候 大盤還在破離的時候 大盤破1萬5 破1萬4的時候 寶雅 寶雅他跟大學光跟胡連 這三檔股票是我不斷在節目上拿出來教學 告訴大家我會員的持股 為什麼會選這幾檔股票 你忠實觀眾都知道我賣在這裡 我在當天節目上都已經直接告訴大家 直接我賣掉了 你不要追 因為我的獲利已經超過五成了 好 雖然他現在還有高點 但是你會發現什麼 這樣的股票 跌升然後反彈 大盤比大盤提早落底 甚至就是說大盤開始反攻了 他更早一步去創下今年度新高的 這樣的股票只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因為大學光 胡連跟這一檔寶雅 大學光只有大學光到現在我目標價還沒到 那其他的寶雅跟那個胡連我早就賣掉了 我是要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我早在兩個月前就已經不斷的在節目上提醒大家 會有這樣的變化 會有這樣的走勢 而且我在節目上也提醒大家了 我直接拿那個 大家都記得大力光 雖然他不見得會是你買你的股票 但是我在節目上什麼叫中低激期 大力光為什麼後面來講可以走這麼長一段時間 創下今年度新高 他領先大盤 那些大盤今年的新高點 今年的最高點 現在來講的話距離還有一大段的遙遠的距離 他前面這一些的股票 這些大力光他跟寶雅跟胡連跟那個大學光一樣 他們是領先的先創新高 創下今年度新高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一個輪動的過程 他們的共通條件是什麼 我都聊到過啦 這些股票有一個共通的特色 當你看到行情在破底 當你看到美國股市表現不好的時候 外資投信 兩大法人的資金已經偷偷在索碼了 我相信我節目上把大學光 把胡連 把那個寶雅 法人的索碼的走勢 我相信你大家都看到不要看了 大力光這一邊我把他拿出來當作是複習 大力光持續的可以在這個禮拜 在年限扣體值上面來做震盪 而且是寫下今年的新高點 你去看一下從7月大盤在破底的過程 外資跟投信索碼的狀態 這個索碼那種持股比重的趨勢線 有沒有往下掉 沒有啊 他是不斷往上去做墊高的 你現在就是要找這些股票 因為這一些高價股他已經做示範了 所以你在大力光身上 你在大學光身上 你在寶雅身上 你在胡連身上 你現在來又看到什麼 細字台的股票嘛 最近來講的話我相信就是說 大家可以發現 金星科這一檔股票 前面也是跌到讓很多人會害怕你的股票 中高價股好像你只要買錯了 他一路往下跌大盤破底的時候 對可是你會發現 他們的股價在國安基金進行之前 都已經見低點了 橫盤整理一個月的時間 最近來講的話你會發現 投信或是外資開始在索碼他們 你如果現在還在懷疑就是說 哇 行情還沒脫離空頭 大盤還沒脫離空頭 來 吃虧的人會是誰 尤其是現在 我今天節目特別聊到 雖然明天結算 我沒有覺得說 台北股市這一邊會拉高結算 我沒有看好台北股市今天的 這樣子沒有一個漂亮的 自習量說 明天會有一個很快速的拉高結算 我不看好 我也提醒大家 明天的結算 越是霞幅整理小漲小跌 越代表了後續的行情還有可為 你如果是那一個結算的行情 明天一下子衝高 真的給你拉高結算 那反而你要小心 你可能就要比較難過一點 哇那等於說大盤來講 會停在 停在季線附近來回了 所以明天的行情如果越大 代表了後續年在季線的時間越長 但如果明天是壓縮整理的 那反而你要開心 小漲小跌的結算 你反而要開心 好不好 我相信說上個月的結算 你如果有見識過 因為就好是特別節目 錄製影片 我相信你有追蹤的朋友就看得到了 結算之後才有大行情 台北股市是在結算 7月結算之後慢慢的往上 創新高 1萬5直接過 當然我不是要取笑空投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必須的 大盤要走強 大盤要往上走的路 要走的遠 必須真的要靠市場上看空的人 勇敢的持續抱空單 所以明天的結算 讓那些空單被嘎到的人 能夠喘一口氣 其實不是件壞事 我要強調一次 明天的結算 讓手中抱有空單被嘎到的人 讓他們喘息一下 不要一下子讓他們直接扛出去中 反而對於後面的行情會相對比較有利 好不好 那對於這邊來講的話 我只要提醒大家 三個方向 我都已經在一個多月前 節目上就已經公開了 你最近來講的話 我相信從矽智財的股票 從高價IC設計的股票 你都可以直接看到 這三個狀態 你到最近 今天來講的話 OTC貴買指數 創下一個破斷新高 今天來講我相信昨天跟今天最重要的是在OTC 中小型股的表現 我相信 那個矽智財IP股 這邊就不用再花時間跟大家來聊了 我希望就是說 提醒大家 也給大家一個方向 連這些股票都在動了 你如果還沒有 那個讓自己的心態調整過來 還在懷疑就是說 我大盤如果這麼跌很危險 或美國股市如果 出現一個修正 不曉得會怎麼樣 你如果還在想的話 那真的 我相信最近 整個行情 跟大家去聊中高價的IC設計 你打開電視節目 你打開那個網路社群 大家講的都不要講了 可是多少人會跟你去提醒 連中小型的IC設計 低價的IC設計 這檔8040的九陽 低點 7月份 大概在國安金進場那一段時間 那個禮拜 最近來講的話漲幅也拉這樣子了 我再把這些股票 非常有趣 季線拉出來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這一檔8040的九陽已經什麼 拉過季線 等於說這些中小型股已經慢慢的 有人低一個什麼 比大盤 明顯的先出量 而且先過季線了 剛剛節目一開始已經告訴大家 台北股市現在積極落後 落後在什麼地方 如果人家美國股市都會四大指數都已經往年限扣體時 那邊靠攏了 只差一天兩天直接攻上去而已 可是台北股市現在大盤 連季線這一邊都還沒有 就是說完完全全有效的確認站穩 甚至還沒有完全脫離季線那個震盪 你可以看一下 這些中小型股慢慢的已經有人開始放量 然後過季線了 你覺得後面來講的話 航行你的操作重點在什麼地方 你會發現 量能越早放出來的 這是8054 對比剛剛的 那個九陽 這一檔安國來講的話 他量能很明顯的是比那個九陽來講的話 還要小一點對不對 還沒有那個很大 很那個大手筆 很大的動作 我就是放量 我就是上工了 所以他什麼 跟大阪要留在季線 我希望就是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思考給大家 你會發現什麼 還壓在季線的這一檔 3041的陽市 這個是中小型的IC設計股票 你有沒有發現 量萎縮沒有連續放量 沒有大動作放量的 他一定都會跟大盤一樣 扣在季線這一邊來回整理 讓你看覺得說 這邊到底會上還是會下 大家有沒有發現 然後剛剛一開始那一檔九陽 有放量出來他很明顯的 比大盤領先攻上季線 而且在季線上方盤旋 眼前這個時間點你要知道 我在節目上已經不斷的跟大家來提醒 差了只有大盤 是不是哪一天 三四千億的預估量直接爆出來 所以我就聊到嘛 現在不是鸡犬升天的嘛 他是用一個輪動的行情嘛 輪漲的行情嘛 我相信就是說 唯一只有透過時間來證明 上個禮拜 航行那一天跌100多點的時候 我在節目上已經提醒大家了 你不要看那個下跌 IC設計 中低基期的IC設計 會一檔一檔的衝出來給你看 IP股先讓 因為這IP股是最早拉漲停板出來的嘛 你只有你的目光 只有看到那些拉漲停板的IP股嘛 可是多少人會去注意到 這一些銅板股 小型的IC設計的銅板股 他們走的過程也是非常的精彩 這檔2363的系統 你又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量跟九陽一樣 放得非常明顯 所以怎麼樣 它跟九陽一樣 是領先大盤破底板之後 往上拉到季線上放的 所以眼前的你要知道 來 不是只有中高價股 不是只有鎖定同板股 而是就是說眼前的你 你務必要懂得 你在盤面上 你是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去找到 很多時候大盤在跌的時候 那一檔股票還沒漲起來 絕佳的買點就在你面前 每個人的資金都不一樣 也許有的人來講 他沒有辦法去操作 那200塊以上的中高價股 但是有的人 他可以針對那個中小型股的部分 只要你看得懂 慢慢的成交量能 還沒增溫之前 法人已經先鎖碼他了 或者是市場上融券 提供給他軋空的養分 自然而然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大盤長不上去 大盤長不動 大盤困在季線那邊 我們假設大盤困在季線那邊 明天結算它往下跌 你需要害怕嗎 不需要 我節目已經告訴大家 你怎麼來去看待盤面上面的個股 領先大盤過季線的 他一定會讓你看到量能增溫 有效大動作的放大成交量能的股票 他就是會走得比較強 所以跌的時候你要幹嘛 你找那個量能有放出來的 量能有放出來的 往上走攻一波 甚至拉回給你買 你為什麼要怕大盤跌 所以今天節目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明天是結算日 雖然我直接跟大家來談 我不看好明天來講的話 當然 也不希望明天是拉高結算 我反而希望說大家要報實一個概念 明天如果壓低給你 你要趕進去買 明天如果給你機會壓下來 開高走低也好 當然我希望開高走低 直接開低給你 那你早上就會比較忙 月薛老師要帶會員 我開低給你 哇那個我早上就要很忙 所有會員都要動起來 然後那個各等級的會員鎖定哪些股票 要進去低掛要低接 那你如果開低的話 確實我早上會很忙 他如果開高的話 我早上來講的話 我可以慢慢的鎖定哪些股票 各等級會員的訊息發出去 精英會員來講的話 直接還有一個時間點給他們 那個哪些股票 打電話告訴他們 準備好 反而你這邊來講你務必要知道 心態調整好 千萬不要怕行情下跌 千萬不要怕大盤下跌 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盤跌 他是給你禮物 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盤回跌 你要知道那絕對是強勢股 籌碼優勢股 讓你去低接的機會 把這個心態調整過來 你絕對不會錯過接下來 台北股市的行情 賺錢的機會就在裡面 這邊來講我相信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聊 大學光這一檔股票 他的籌碼 外資跟投信 怎麼樣來做變化的 我相信你也知道有充裕的時間 在看完我的節目之後 在盤前 當然你這一邊來講 如果我沒有把握的 或是你不想花那麼多時間的 好好利用我的Light 畫面左下角 小鼠GoLich 55688 小鼠GoLich 55688 講白一點 我每天開盤前一個小時 我分享直接在Light 或是在盤前分析 直接跟他點名那些 值得追蹤的焦點股票 那一些股票他沒有拉上去 直接往上狂噴 你應該感謝 如果明天大盤回跌 如果明天不是拉高結算 他是打下來 你要懂得那是個機會 好不好 因為我已經挑過股票了 畫面上左下角 小鼠GoLich 55688 小鼠GoLich 55688 那這邊也歡迎 你如果願意跟 九二老師的會員一樣 鎖定絕佳的買點 歡迎你 在Light這一邊 讓我們看到你 好 這邊來講 我們針對大學光 也跟大家來提醒 因為不管保雅 不管胡連 這一檔大學光 跟他們都相同的一個條件是什麼 具備了融券軋空的走勢 我在節目上已經分享過了 權重股 也許台積電 聯發科這些股票 包含後貴三雄 融券軋不動 但是這一些中小型股 你只要知道 如果去觀察他們籌碼變化 市場的融券一增加 或是券資比拉高 你要知道 大盤回跌或是那一檔股票 在那邊做震盪收黑 很多時候是你後續 可不可以搭著那個 軋空的列車的一個最佳的時機 所以切記 今天節目已經不斷的提醒大家 不要怕行情跌 千萬不要怕大盤下跌 大學光這一檔股票 我已經在節目上呼籲過 這一檔股票是我拿出來 跟大家來做示範 怎麼來選這一些股票 優勢股 包含了優勢股的條件 如果沒有改變 我怎麼樣去堅持我的目標價 7月底我在節目上已經跟大家公開了 大學光這一檔股票絕對不是你該買的 我在節目上已經不斷不斷跟他教學 大學光這一檔股票 我怎麼去選他 而且我提醒你 你藉由大學光這個公開教學的操作 你可以非常輕易的在盤面上 去找到跟他一樣籌碼條件的股票 而且是200塊以上的 好不好 務必要記得 就好是在那個7月底的節目 節目標題已經告訴你了 台北股市上萬五 你不可以不知道 權重股跟籌碼優勢股 未來的命運大不同 我已經在節目上交了 我已經在節目上直接送給大家了 我已經強調非常明白 我在節目上分享給大家是吊竿 不是要你這邊來講的話 我真的介紹什麼股票 講什麼股票 我會員的持股 你明天開盤直接跳進去 我會員要賣了 你再跳進去接 那絕對不是我想看到的 我也不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然後幫我會員的持股來做抬教 千萬不要 我希望就是說眼前這一邊 行情市場還充滿了疑慮 現在很多人不相信台北股市會持續漲 不然萬五可以在這麼多天下來 是怎麼來的 我相信你有觀察整個盤面上籌碼變化 包含了我們每個禮拜週報影片 都幫大家拿出散戶籌碼的觀察 最近來講的話 放空的籌碼越來越多了 最近來講的話 放空的籌碼越來越多了 你要懂得去利用 這一句話我交了超過三個月了 當時候大盤一路破底的時候 我已經提醒你很多的股票 它早就見低點落底了 原因在什麼 法人的索碼包含了融券的軋空 籌碼條件已經在大盤破底的過程 告訴你哪些股票它是一個買點 強勢股切記 我在節目上一再一再的呼籲 它絕對不是你看到漲停板 它絕對不是你創新高的時候跳進去買 強勢股的買點 是在它盤整打底的過程 你要敢在大盤下跌的時候 進場去做低接 你務必要懂得 這個絕對是你在股票市場可以把路走得遠 可以透過時間來累積你財富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來 我希望就是說 就好是在這一邊跟他來提醒這一些的觀念 不是要去揶揄說 什麼人操作了什麼樣的股票 包含了一直到現在 我相信 我身邊來跟他來聊貨櫃三雄 我拿長榮當例子 絕對不是要揶揄 現在大家都還記得 應該都還有印象 因為當時候來講的話 貨櫃三雄航運股 是整個市場上資金一窩蜂跳進去要買的股票 大家如果記得 長榮到當時候最高點是233塊 當時候 你如果記得當時候 從高點233塊 一路這樣回跌下來 中間足足有四個月的時間 天天都有利多 你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你務必要把 這個股價從高峰 打到一個破底落水狗的狀態 那個過程 從最高峰下來那個過程 你務必要把那個經驗記得 他告訴你是什麼 你買股票不要再 大家一窩蜂跳進去 或大家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看到利多 就覺得這個股票可以買 你千萬不要在那種時間點來買 所以在股市裡面想要累積到財富 第一步 先調整你對於股票 它操作的一個觀念 好不好 所以這一邊來講的話 把去年航運股的經驗到現在 告訴你自己 強勢股 或者是利多頻頻放出來的股票 絕對不是你一窩蜂跟別人去搶的 股票市場 會大家一窩蜂跳進去買 一定是什麼 行情漲一斷了 大家都覺得安心了 阿利多一直出來了 等到那個時候 你要跳進去買的時候 我相信 莫忘去年航運股的教訓 絕對不是在喻與大家 我是希望就是說 眼前這個時間點 絕佳的買點 我不希望你鎖定我的節目 然後你錯過了 來 所以節目上 我明天的結算日 我已經特別的把主軸拉出來 千萬不要怕行情下跌 那剛剛也特別去跟他談到 那個整個行情創新高 強勢股絕對不是你的好買點 你要買那個強勢股創新高的股票 你很容易要冒一個風險 把你的資金卡在高檔 來 中芯店我有資格講吧 我講多久 今天他創下今年新高 66.4元 我相信你 你鎖定我的LINEET 我在那個特別的影片裡面 週報影片裡面 談他跟大家來聊 雙支鎖碼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這都畫面截圖 上面都有日期 7月1號 7月初 你都可以在我YouTube頻道 找到那些影片 到現在他創新高了 你會發現 你看我的節目 或是你看其他投顧節目 你看其他財經節目 你知道中芯店 你買中芯店 追在60塊以上的 痛不痛苦 中芯店我在節目上已經宣告 我早就已經預告 是我要帶會員逢高來出脫 要賣光光的股票的 9點03分 我不是要跟大家來炫耀賺錢 我是要告訴大家股票操作的觀念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特別不斷提醒你 我的會員持股我拿出來當教學的 我告訴你為什麼選他 我為什麼買他 但是拉起來的時候我提醒你 我的會員持股會員賺幾成了 同時我也告訴你 這些股票我什麼時候時間點準備要賣了 你千萬不要看我的節目 然後去買這些股票 9點03分幾乎等於是什麼 我們今天來講講白一點 我們精英會員 我們幾個清代會員有中芯店的 9點03分在這邊掛 雖然我沒有出在最高點 但是我們掛完之後 這一檔股票剛好很快速可以成交 因為那高點是66塊4 就在9點10分以前 我們9點03分掛單 你說你如果看到拉起來 你覺得中芯店看起來那個樣子 像會漲停板 衝漲停板 你試駕進去追 是不是我會員賣掉 你剛好跳進去接 這絕對不是我節目希望要發生的事情 所有忠實觀眾都一樣 我不希望你看我的節目知道哪檔股票 然後看它拉起來 跳進去買 因為總會有一天你會遇到我會員要賣了 當一大早我掛單賣出了 結果剛好是你的買點 那今天一根的長黑棒 是我倒貨給你嗎 沒有耶 我在節目上已經強調很多次了 不是只有這一檔 這一檔股票從賺兩成三成到現在來講的話 超過四成了 好買點都出現在多數人害怕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我提醒大家這一句話非常重要 筆記寫下來 也許明天八月結算你可以用得到 我希望我的節目提供給大家吊竿 提供給大家面對行情的思維 都可以幫助大家賺到錢 今天的節目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祝福大家 我們明天見 每個人都在最後收錢 絕對買點當好的 我有一直到現在 這個頻道 才會突然會提供給大家 結石利忠平台 可以把所有資料都賺錢 如果對你有幫助 歡迎大家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加入Guy好吃的LINE ADD粉絲團 小老鼠GoReach55 688 小老鼠GoReach55 688 小老鼠GoReach55 688 小老鼠GoReach55688 GOORO GoReach556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